汪海林爆料娱乐圈大瓜,不年之夜将要开始,网友留言,说的是谁? 3月17日凌晨,知名编剧汪海林突然发文,语气十分平淡,好像是以由所致,又像是突然之间的感慨,到底发生了什么? 汪海林透露的消息,让网友视料未及,只见她写道,对于很多流量明星和经纪公司来说,这是个不眠之夜 还特意指出了是娱乐圈有关的一些事情,尤其是流量明星,这是重点圈起来的流量明星 一些小鲜肉,这些艺人也去吃可数吧,有人怀疑是某轮,怎么可能啊,不是被爆出来罚款106亿了吗? 这个瓜包熟了,好多品牌和她解约,估计是半迷糊的状态了吧,这个让网友摸不着头脑 汪海林的意思简单明了,严谨一概,直接指出了这个明星会遇到的事情,汪海林可能得到了消息,毕竟在娱乐圈当中,他们都是相互通气,稍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知道,只不过不会向外界透露,因为娱乐就这么大,谁也知道那点事儿 网友都特别的好奇,其刷刷的留言表示 汪老师,说的是谁啊?都特别的想知道这个流量明星到底是谁?排除了一些,但是还是不能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 都特别的好奇,真是心痒痒痒,但是汪老师有没有回答,好像只是引出一个导火线而已 让网友纷纷猜测 也有人感慨,清朗活动开始以后,让好多网友都伤心了,毕竟曾经喜欢的爱豆一个一个的有了黑历史 怎么能让人不伤心呢?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明星和网红赖钱太快了,是普通人的好几百倍,几辈子都赚不到的,真的有点不公平,所以一查一个准,有点不吐不快啊,羡慕极度恨啊 自从汪海琳透露这个消息以后再也没有多说什么,就是勾起了网友的好奇心,这个营销手段不错啊,应该和年轻人有关系 不过她在自己的平台下面评论 某流量明星演了不烂剧,要上演了,特意避开她,我一个字都没提,竟能发动营销号和粉丝连续几天带上我炒作,你们能不能要点脸,不蹭我热度不行吗? 看到这个流言看来也是特别的生气吧,毕竟她和孝战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而且余生请知道,3月16号刚上映,孝战正好是这部剧的主演,也是流量明星,看起来很符合,不过不知道是不是,期待公布结果,毕竟没有指名道姓 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,真的不希望啊 汪海林之前也赤裸裸地提到过孝战,连发三篇博文,怒批孝战,还说粉丝给她留言买骂,汪海林快成了孝战的最大黑粉了,还是一个大编剧啊,也不知道她这么过来的,怎么可能和孝战斤斤计较啊,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恩怨到底是什么 难道是苍热度,苍顶流就流量多了 不过汪海林没有说什么,网友们还是等待大瓜吧,大家觉得这个顶流会是谁?欢迎下方留言评论点赞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 就一直在 Dark 9月 3月 3月 7月 5月 cats 10